我們看這裏 它如右圖 汽車重量2000公斤 這四翼圖 這代表汽車 就是W 等於2000公斤 2000公斤 重 承受汽車之活塞A 面積是2平凡公尺 A等於2平凡公尺 而活塞B的面積是10平凡公分 這10平凡公分 則需在活塞B上面 施力幾公斤 才能夠把它抬起來 我們曉得這裡的壓力跟這裡的壓力一樣 就2000公斤 除以多少呢 除以2平凡公尺 2乘以10的多少呢 4次方 一個M的話是等於100個Cm 然後平凡的話就是1萬個Cm 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裡的F 除以10平凡公分 這算出來是單位公斤每平凡公分 那這樣F我就可以算出來 這去掉一個0 就剩下三個0 那三個0也掉 所以F等於多少是1 單位是公斤重 這個呢 這個呢是第一個Cm 好 再來我們看呢 第二個Cm 好 然後他說 且活塞 41公斤方能將汽車高舉 他說要高舉0.1公分 就是說你力量 要等於1公斤重 這樣你才會把我把他壓下去 結果他現在壓多少呢 壓0.1公分 就HV 現在他是壓多少呢 壓這個0.1公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嗯 哦沒有 我剛剛講錯了 他說 這個汽車 他上升了0.1公分 這是SA 汽車 他是上升0.1公分 那他問說 這個活塞 他是下壓幾公分 我不曉得 這個體積要熟了嗎 他下壓的體積等於他上升的體積 也就是說 上升的高度是0.1嘛 那乘以多少呢 乘以他的面積 我覺得2乘以10的4次方 他就算出來是0.1公分 那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 下壓是HV 那乘以多少 乘以 恆結面積10公分 那HV我就可以算出來了 等於多少 加一乘是3個0 加一除是2個0 所以是2乘以10的2次方 2個0 所以是200 200 這個 公分 200公分 那200公分的話 就是200公分 答案可以200公分 第二小題200公分 第一個小題是 第一個控格是1公斤重的 第二個控格是200公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镬与点点栏目